好 我們就是要討論的是 宜蘭南方的這個跨港大橋 其實它最有名是什麼 最有名就是它那個鋼索 因為它是吊著的 所以在今天 讓大家都很匪夷所思的是 怎麼在現場的定期檢測裡頭 沒有出現鋼索 他們既然是檢測了橋墩 然後橋的路面 護欄 就是沒有最重要的這個鋼索 也就是這一次 很多技師目前懷疑 第一時間發生斷裂的危機之處 對 而且你看檢測出來 這些地方都有鏽石 都需要來去調整 就等於說 你整個看起來都已經有問題了 你怎麼會不去想到說 那一根一根的鋼索 這麼明顯就在那裡 我們講到社長 我們常常講說你仇佣沒關係 但是你仇佣的人 你要視財視所 你要真的在你這位置上 你要做事 結果你看到現在鬧出人命來 看到這個仇佣 五紅謀 他在2016年 拿到這份報告的時候 他的心態是什麼 我想這個台灣港務公司 顧名思義 他是以港務 就是港口事務為主要 可是他的轄下 還是有一些橋樑 因為港灣 比如說這次的南方澳 他的港口有一些橋樑 還是歸他管的 可是就以這一次斷橋事件來說 我覺得台灣港務公司 完全失責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他這邊有一份 他所說的非常完整的 一個檢驗報告 就是南方澳大橋的檢驗報告 可是我們從頭翻到尾 他裡面所有的文字敘述 數據資料 還有一些照片 完全沒有涉及到 那13根非常致命的鋼索 到底有沒有問題 他資質不提 也沒有任何一張照片 或者是具體的數據資料 涉及到這13根鋼索 換句話說 這一次斷橋事件 這個責任 台灣港務公司 一定要說清楚 講明白 我想相關的主管官員 也應該負起政治責任 我想剛剛所有的朋友 大家都在談 死了五位非常不幸的勞工朋友 他們難道沒有家人嗎 他們難道不是骨肉之虛嗎 這五位不幸的勞工朋友 他們的生命就這樣 白白的犧牲了嗎 我記得在1983年的時候 1983年8月24號 台灣也發生一件 類似的公安事故 也是公共建築 就是台中的豐原高中 李唐倒塌事件 死了多少人 26個人死 66個人輕重傷 當然這個事件 死傷的人更多 更嚴重 可是當天台中 就是負責台中教育廳的廳長 就是後來台聯黨的黨主席 黃坤輝 他立刻辭職下台 為什麼辭職下台 說老實話 教育廳長 那個禮堂又不是他蓋的 他為什麼要負起責任 這就是政治責任 我們看這一次的斷橋事件 到現在超過24小時了 請問由哪一位政治首長 出來道歉 或者舉個工 向五位罹難者的勞工朋友 來跟他們道歉的呢 沒有嘛 換句話說 我們的政府官員是這樣子 對待我們2300萬人民 我們2300萬人民是傻瓜嗎 是白癡嗎 每年乖乖的繳稅 結果死了五位 可憐的勞工朋友 沒有任何人道歉 而且我們總統蔡女士 還這樣笑 我不管她的笑容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在這樣子的一個莊嚴樹木 非常凌重 非常悲氣的場面 沒有人應該笑 笑的人實在是 讓人覺得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一個施工品質 20年一個橋樑 照道理說可以用50年 竟然20年就垮掉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 我認為所有的相關的政治首長 都應該負起政治責任 再講到台灣港務公司 台灣港務公司的績效 實在是爛到頂 我們知道1999年 國民黨執政的最後一年 國民黨就是開始 就是後來2000年 就開始政黨輪替了 長期國民黨執政是 1999年最後一年 1999年那一年 高雄港的成績是怎麼樣 世界排名第三名 他的這個貨櫃的吞吐量 世界第三大港 可是到了政黨輪替三次之後 2018年 蔡英文執政了兩年了 高雄的這個台港的排名 到了第幾名 你們知道嗎 第15名 台灣港務公司 你的績效爛到頂了 這些人難道不應該 負起政治責任嗎 如果是一般公司的話 這些人早就被fired掉了 早就被縮編了 這公司就早就應該被檢討了 現在發生這種斷橋事件 竟然一問三不知 一份所謂完整的報告 竟然連最關鍵的鋼索 都沒有查清楚 都沒有任何資料顯示 所以所有的證據顯示 台灣港務公司 應該負起所有的相關的責任 法律責任 行政責任 而相關的督導的首長部門 交通部 不應該負起相關的責任嗎 內政部長 你不應該負起相關的責任嗎 總統 你不應該負起政治責任嗎 這些人 你們如果不負政治責任 如果不道歉 台灣2300萬人民 將在明年的1月11號 用選票修理你們 好 我們講到 剛剛王豐老師特別提到了 港務公司 其實今天也有媒體報導了 認為港務公司 是不是好像是一個 不問專業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麼說 原因是因為 包括了他們前任的董長吳蒙芬 以及現在這個吳宗榮 就很多人發現了 港務其實是很專業的事情 可是怎麼好像都不是科班出身 都跟港務無關 甚至就連這一位 我們的前高雄市副市長 發生氣爆之後下來 之後就來到了港務公司這邊 擔任董事長吳鴻芒 後來還容申變成了交通部長 港務公司到底對於他 俠俠所管理的這一些東西 他了不了解 拿到了當時的這一份 2016出來的報告 他到底有沒有仔細的 就是他自己職責 應該盡的本分 去了解每一個橋 畢竟也花了幾百萬 在做這個檢測 每一個橋 每一個細項 我哪裡應該要修 我哪裡應該要好好的 也許不只是養護而已 而是應該要整個來做 更全盤的一個維護 也許真不會發生今天那樣的事情 這很好奇 這些港務公司的董事長 到底有沒有自己去看過 那個跨海大橋 你看 每年 他們說每年都會有定期的維護 都會 你就是看那個什麼 欄杆的鏽石 路面鋪設 當時在看的時候 不曉得那些維修人 有沒有看到你的這個鋼欄 已經鏽石了 好 這四年一次的大檢測 也看到沒有鋼籃 沒有鋼索 這些董事長 不管你們是不是工程出身 剛才也有提到說 甚至有兆橋這些也是專業的 到底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甚至你看當初的設計廠商 雅興工程的副總 他都說 他有在LINE的群組跟朋友講到 他有向港務公司多次反映 直接講到鋼索的鏽石很嚴重 還有多處車輛的撞擊 我們想說歷史哥 這個看起來也是有人在提 也有覺得說 其他的地方都鏽石了 難道鋼索不會鏽石嗎 但是這些官員好像麻木了是嗎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的人 尤其是蔡英文治下的民進黨 應該這麼說 他們腦子裡只想一件事情 就是混 怎麼混 用騙的 騙不過再拗 這其實我之前在節目也有講過 其實現在在當官 他好像很輕鬆 下面的人怎麼做 反正他也不重要 他最重要的是跟上面交代 事實上官 像韓國瑜市長在講的 365行 這個364 365行 只有一行政治在最下面 應該做公譜 以人民為本 他們現在對於人民的這個事情 他們完全無感 今天會發生災難了 竟然總統在那邊笑 今天火車出軌了 全部推給誰 推給了這個所謂的駕駛油正中 竟然出來還所有的紀錄都不見了 所以整個荒腔走板 其實在高雄這麼多年 高雄很多事情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基本上就做一些 能夠得到選票的事情 也就是做所謂的表面工程 至於實際非常紮實的 如何去維護老百姓安危 或者是讓國家真正提升 讓城市真正體驗的事情 他們都不做 例如說我們常常講 高雄很多表面面子工程 很多什麼 這個試運場館 鳥巢 很大 很漂亮 魏武營 很漂亮 問題是蓋完之後 然後不用維護嗎 維護這件事好像沒有人知道 像我們這個 這個試運當時 這個本來是屬於中央管 他硬是把他爭取來地方 結果爭取來地方之後 也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每年就靠五月天那幾場 這營運非常的低 我最近接到一個 21歲的年輕人call in給我 然後他就說 連他都覺得說 這樣的工程 竟然試運這麼大場館 只有10%的應用率 他都看不下去 年輕人都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個到目前為止 像這個橋就是一個 充分的體現 為什麼 因為基層我們剛才在分析說 這個綠邦政治學之下 你看基層就是被推諉 謝澤的責任的一個單位 誰要為你這個政府賣命 整個羅斯基是從下而上 一直鬆上去 所以我跟大家預告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件 接下來還會發生更多 更多光怪陸禮的事件 而且最奇怪的是 為什麼他的民調一直往上走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很懷疑這件事情 事實上很多網路上大家相名 或者是網友大家都覺得 自從賴清德被做掉之後 大概已經沒有什麼可信任的民調了 但是他們還是一樣 不斷的透過這種推卸責任的方式 譬如說小英現在笑了 他講錯了 馬上徐國勇就出來單 徐國勇出了事情之後 這個什麼講錯了 又推給下面的人 真正慘的都是誰 都是下面的人 例如說我們另外回顧一件事情 像蘇貞昌上次丟筆的事情 最後是誰倒楣 是一個這個 是真正高雄市調處的副處長 被這樣子還記了一支大鍋 就丟了一支筆 最近不是我們村長 還有桃園市的議員 有人接到生命安全的問題 查了半天查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糟糕 最惡質是說把整個 不管什麼事情 都當成一場秀 而這場秀他又把它怎樣 反過來再變成了 一個政治上面操作的利器 譬如說我今天想轉移焦點 我就找一個事件來填 我今天想打擊政敵 就想辦法把政敵給連線上來 例如說我們剛才看到 有討論到游錫坤的部分 對不對 他馬上出來否認 先切割再說 然後最後我想這件事情 這個橋怪到最後又會說 這個是漏習 這個是今年累月的事情 這個一定又是 國民黨時代遺留下來 大概不出這幾個道理 大家等著看 歷史哥議員很準的 謝謝